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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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是否曾經仰望星空 我想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去看這個星星 那我想從小我們看到這個星空呢 大概除了它很漂亮之外 第一個疑問就是到底有多少顆星星在哪 那當然我們問了這個問題問了很久 直到我進了醫學院呢 讀了這個所謂醫學系呢 每天老師都教我們一些新的疾病 之後我的問題變成 到底有多少疾病在哪 到底我要背到什麼時候 才能把這些疾病都背起來 那所以呢 從此呢我心裡就有一個 從開始讀這個學校開始 當醫學生開始就有一個疑問 到底有多少疾病 讀了七年呢 那顯然不能把所有疾病都讀完 只讀了一小部分的疾病 到了醫院呢又看到更多的疾病 那麼 這時候呢 我們如果回顧呢 2300年前呢 皇帝內經 這個大概是最早把疾病的這個 分類呢 一個一個病把它分出來 不過當時的分法當然就是什麼 陰虛陽虛 那這樣一個病 那麼 這個 再晚一點點 也很早 1500年前呢 這個印度的阿裕費陀 這個醫書 他 本來是用範文寫的 他們也試著把疾病分成 口乾舌燥啦 麵糠味噌刺啦 等等 各種分法 但是真正比較現代的分法呢 根據我的搜尋呢 是245年前 這是一位法籍的這個醫師 可是他是在澳洲 在澳洲發跡的 他 這個 畢生的這個經驗累積呢 寫了一個叫 Nosalagia methodica 他把疾病分成2900種 這時候已經略見了 大家可以看到 200多年前 我們就可以把疾病分這麼多種 那麼他的分法呢 把它分成十大科 事實上這位醫師 其實本來是個植物學家 然後從長期觀察植物呢 認為呢 植物的分類等等 認為說疾病恐怕也有這種 那當時要考醫生 可能容易一點 拿到這個醫師執照 他就寫了這個疾病分類學 那麼這裡面的分類呢 其實很多的病名呢 到我們現在都還在用 不過呢 他是混合了很多的症狀啦 病因啊 疾病等等 那時候連細菌都還沒發現 我們還 人類還不知道 細菌這個意思 那麼真正呢 到國際的分法 就是全世界共同分的 第一版是100年前 大概1900 公元1900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叫做 國際死因分類 他還沒有說是疾病分類 是死因分類 當時會死的病 比較 當然大家比較重視 那麼這時候呢 只有192種疾病 那麼這個主要是來統計全世界 這個死因 那麼到了1975年呢 也就是距離現在滿近了 那麼就叫做國際疾病分類 第九版 International Coruscation of Disease 第九版 這個第九版呢 把疾病呢 分成了差不多兩萬種 那當然現在已經進到第十版 那這個疾病分類大概就停留在兩萬種左右 所以好像我們好像有一個答案說疾病是兩萬種 不過這要看你怎麼分 疾病有很多種分法 一般我們都會認為說疾病應該從病因來分 就是說它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比如說細菌造成的細菌感染 病毒造成的是病毒感染 那麼但是有時候也從這個致病的激轉 到底它是因為血糖太低還是內分泌不足 還是怎麼樣調控的問題內分泌調控等等 還是最早的大部分都是用症狀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病其實是症狀 比如說發燒是病還是症狀 發燒其實是症狀 腹瀉是病還是症狀 腹瀉其實是症狀 腹瀉其實是症狀 但是呢 我們常常把症狀當作病來使用 或者它是從某個器官出來的 那麼用器官來分類 但是到近代呢 我們疾病分類開始進到基因體的時代 從2000年這個人類基因體計畫呢 這個發展之後呢 我們發現呢 很多病呢 其實是同一個基因 我們覺得它是完全不同的病 或者呢 很多基因呢 都調控同一個病 所以這個呢 讓這個基因體的研究呢 從2000年所謂的人類基因出稿 地圖的這個粗稿 把人類的32億個這個核甘酸呢 都列出來 這個序列都列出來之後呢 到現在再過了13年了 其實我們越來越糊塗 到底人類基因對疾病是影響什麼 我們越來越糊塗 越來越不大理解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所以呢 發採這個方法呢 雖然是很基本的 可是呢 它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瞭解 另外一種方法叫做表現體的方法 剛講基因體 然後再來是表現體 什麼叫表現體 表現體就是說 我們看看呢 整個人群呢 到底表現出什麼 比如說 有多少人在什麼時候發生什麼樣的疾病 這個就是所謂的表現體 比如說 氣溫下降 我們現在進入冬天 氣溫一下降很多人就感冒 那我們就表現出這個感冒來 所以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 從資料庫去看 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資料庫 叫健保資料庫 可能有些人聽說過 我們2300萬人的健保資料呢 事實上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我們就去看 三年內同一個病人在 我們選了三年了 看看這個病人呢 事實上 所謂的病人就是每一個人 除非 除非大家 有人從來沒用過健保卡的 就不在這裡面了 那麼只要大家有用過 你在這裡面就算病人了 那麼一個病人呢 我們在這三年內呢 發生了多少疾病 那我們就看 也許有的人看過 十次病 產生了 每次看病呢 醫生會給你一到五個診斷 得到了二十個診斷 有人得到五十個診斷 有人得到更多更少 那麼 這個診斷呢 是用ICD9 CM 所以事實上是有兩萬種診斷 醫生可以用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這是個隨機的過程 好像就是說 我們去看病 醫生就隨便 選一到五個疾病碼送給你 那你就得到這幾個碼 累積起來呢 就非常多的碼 好幾億的碼 那我們很很喜歡看病 我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病的國家 所以我們一個 一人呢 一年是看十五次病 也就是說我們全國一年 大概看三億六千萬次病 三年大概看十億次 所以十億次呢 每一次會得到一到五個診斷 那這就是非常非常多億個診斷 算不出來了 我們把這麼多億個診斷呢 拿來放到電腦裡面 然後我們看看 哪些病常常會一起發生 就有這個就有那個 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在短短的時間內 哪些病呢 不常一起發生 常發生當然我們知道 這些病可能是有關 它應該分成同一類的 或者也許A導致BB導致C 那我們有了A病 我們就要注意 可能要B病C病要發生 那些病不常一起發生 這也蠻重要的 也許我得了什麼病 我就可以避免另外一種病 也說不定 或者呢我們從研究 A不會導致B 那麼我們研究 A就知道怎麼治療B 也說不定 另外呢不同年齡不同性別 它表現出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都可以從表現體的研究去看 那麼最後呢最終呢 我們的目標是能不能畫一張疾病的地圖 這個誰跟誰在一起 誰跟誰比較遠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經過多年的研究 多年的資料分析 我們終於畫出一張好像星空的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有很多星星大大小小 我們台灣最大的星星當然就是 上呼吸到感染就是感冒 那星星的大小呢 表示有多少人得到 那麼星星的位置表示他們的關聯性 越關聯的越近 我們最後終於算了很久了 花了很多電腦的小時 終於把它算出來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疾病跟其他疾病的真正的數據 也可以看得到 這是個靜態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大大小小都有 最大這顆465.9 這個就是上呼吸到感染 當然在我們這個裡面點一下 可以看到 大家可能看不到 把這位寫出上呼吸到感染 還有跟他比較接近的疾病 跟跟他比較遠離的疾病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就在看 到底這跟我們以前所理解的事情 一不一樣 比如說上呼吸到感染呢 距離他比較近的病到底是什麼 不同顏色表示不同的疾病 肚子痛 這個腸胃炎 所以我們就想到 是不是常常感冒 都有所謂腸胃型感冒有沒有 所以有的人感冒的表現 反而是拉肚子 當然我們知道感冒 一定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所以這個可能都是病毒引起的 這些事情可能都跟病毒有關聯 這個就是剛剛的三個疾病 那中間當然還有很多小小大大的疾病 這個可以花一些時間去判斷 那再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看的這個是急性病 那我們看看慢性病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特徵 比如說我們拉拉拉拉到這個疾病 是這個高血壓 這個是腎臟慢性腎衰竭 這個是糖尿病 等一下 這個是250是糖尿病 這是高血壓 這是慢性腎衰竭 就是腎臟病 這個是青光炎 不是這個白內障 這是白內障 那這些病呢 他的關聯呢 其實一問腎臟科就很明顯 那我的一個朋友才告訴我 來洗腎的病人有一半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那糖尿病跟高血壓常常在一起 還有呢 洗腎的病人80%都有高血壓 那麼這些人呢 最後呢也都 糖尿病也容易影響到這個 所謂的白內障 所以呢 另外呢 有什麼病跟別人不在一起 比如說295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寂寞的病 在腸旁邊什麼都沒有 好像掉在黑洞裡的一個星球 這個是精神分裂 這個例子叫精神分裂 是真的也很寂寞 那他就 我們就在想說 有些人說精神分裂跟癌症呢 是精神分裂的人不容易得癌症 那我們就去看 那果然離很遠 因為腸旁邊分裂跟這個癌症 這個癌症真的離得很遠 這個是一個乳癌 因為我們這是 目前看的是女性 30歲到40歲 40到49歲的女性 確實距離是很遠 那好像也跟這種想法是接近 你看這個是宇宙在這裡 疾病的宇宙在這裡 他們兩個的都是一個很離群所居的病 但是兩個也距離的又非常的遠 這個是一個我們覺得比較好奇的 好 所以假使我們把這個疾病分成年齡來看 那我現在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只看女性就好 女性當然是比較重要 男性重要 那這個我們是看 比如說女性0到9歲 最年輕的這一群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嬰兒呢 大部分都是綠色這個呼吸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 大小嬰兒總是一下肺炎一下咳嗽一下怎麼樣 那麼到了稍微長大 10歲到19歲 好像呼吸到疾病就沒有那麼多了 又跑出一些皮膚消化 那一點點這個泌尿生殖的疾病跑出來 這是粉紅色 到了29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泌尿生殖疾病顯然的越來越多 那這個皮膚病青春痘什麼也都來了 骨骼肌肉的疾病會稍微運動傷害什麼的 年輕人 到了這個中年30到39歲呢 當然呼吸到疾病還是很多 可是漸進混進了神經系統跟感覺器官的疾病 然後泌尿消化 泌尿跟生殖的越來越多 我到了40、49歲的女性 大概泌尿生殖算是比較討厭的 它主要的一個疾病 然後呼吸就顯然少很多了 那骨骼肌肉還是開始腰酸背痛越來越多了 就跑出來 那麼50到59歲呢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一樣 骨骼肌肉變成慢慢越來越多 變成是一個重要的疾病 那生殖消化 生殖跟泌尿就沒那麼多 生殖泌尿到66、69歲就慢慢就沒有了 以骨骼肌肉疾病變成主要的疾病 70、79歲也是差不多骨骼肌肉 然後混臉、呼吸道的疾病 那循環系統疾病開始出現 心臟病、高血癌的這些病發症開始來 好到80到89歲 這算已經是滿…年紀滿大了 所以所有的疾病已經都是很均勻的 大概各種病都有一點 然後到這已經是人類級 90到100歲大概是 所有病都是稀稀素素的 因為到了人類級 大概看病的機會也不那麼多了 當然人口數量還減少了很多 所以大概就是看起來是比較稀素的 好 所以我們發現呢 好像經過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算 我們真正可以看到一點疾病的這個宇宙 那 again 在仰望星空發現 天上還是有很多的星星 那人類的疾病呢 還是一樣那麼多 那到底有多少呢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不過我們慢慢呢 有一個基礎來探索這個人類的疾病的宇宙 那到底呢 他們之間的關聯性是怎麼樣呢 大家大概都認為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世紀呢 最重要就是怎麼把基因體的資料 跟表現體的資料 能夠做一個結合 那這個大概是全世界現在研發呢 最熱門的題目 怎麼把基因體表現體結合呢 真正了解呢 疾病的本質 然後能夠對這個疾病呢 做出有效的治療跟控制 不過呢 每次看到這個星空 我們還是覺得很好奇 那這個自然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這個研究呢 是由 這兩位是我的研究生 雪畢爾 這個跟Alex 他們都是外國研究生 PhD 那這位已經畢業了 這位即將要畢業 那一位Max Max呢 是從澳洲的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那還有一位Roston 是新加坡的一位研究人員 那他們的協助才有今天的這個研究成果 那我們就包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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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